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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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国庆假期看到人们到处奔走到旅游观光的脚步 这当然也是很正面的 马家辉今天写文章在如何庆贺中国的59年的国庆 他说呢 这么短的时间在08年就出现了那么多的事情 黑暗的恶势令人愤怒 荣耀的是光环令人自豪 也对中国领导人他认为在新的年代要怀抱最大的改革信心 来面对最大的改革挑战 因为愤怒的人民是你们最强大的兵马 因为光环的照射是你们最大的阴护 如果说美好 只要你们愿意做的话 什么事情能做不出来呢 他希望了既往优身 好 《南华早报》谈的是香港人的爱国主义的热情 他的认同感是发出内心的自豪 香港人的爱国热情呢 来自于呢 从奥运会来到最高点 就好像到现在好像坐过山车一样 跌宕起伏 香港人的自豪感根治于对中国今天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 那就使他们成为爱国者 但不是民族主义者 好 这是谁呢 他谈了点U的问题 文贵报很多媒体说 河北终于增破了制售的网络 缴获了200公斤的三聚青鞍 这事情大家都注意到了 好 又看到了 澳洲人报谈到什么呢 既百利又卷利了中国食品的恐慌 在香港的新加坡很多地方 这个巧克力全部下架了 因为呢 现在还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吃了很长时间才知道后遗症 《泰伍士报》还有呢 《泰时代周刊》都谈到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呢 这个呢 下架的问题 这个下架问题呢 一下架风吹草动 你鼻涕没洗干净 那他们就很担心 亚洲周报说 谁会买我的牛奶啊 我的牛奶 这当然有点丑话 海峡时报说了 商家放心实用的广告 动机模糊 到底放心不放心 大家都不敢了放心 现在一动辄 大家就干嘛 有点啊 风吹草动了 好 凤凰周刊呢 我们再谈到奶业的潜规则 这个三聚清安事件 挤破了整个大陆 乳品行业的农包 或许被挤破的农包 不只是有毒的三聚清安 而是大陆制造假奶的潜规则 那么大陆他讲了 三路悲剧该警醒谁 警醒企业的教信是什么呢 政府不可靠 媒体不可靠 只有质量才最可靠 也就算了三路清安这个问题呢 三路奶粉事件呢 不仅是一个行业的事 也不仅是一个企业的事 整个社会 整个中国人的事 是我们文化坏了 我们良心坏了 接触了恶果 就看电影看了 日本那些太军说良心大大的坏了 结果给他说中了 警醒很厉害 财经杂志谈到了这么奶粉的问题 也就到了实地去发现了 因为真正的三路清安 还是很贵的 现在呢 身头的奶牛奶里面的三路清安 都是一些废料 这事情看来不得了 不得了 所以三路清安一溯源 大家都是毛骨悚蓝 好了 《新民晚报》引述了 《人民日报》时评用文章说 道德才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但是很多企业现在就没有这个道德 缺的就是德 脆弱了中国的FDA 这是《周末话报》一个文章 这脆弱的FDA 告诉我们 即便是美国式的管理模式 在职权范围不清晰和保护主义的影响之下 牵头人也可能会上市号召力 也就没有公信力的问题 南方都市办午夜闪能的文章 他认为是当做喝奶能恢复对谁的信心 现在很多地方的领导人当着电视机的镜头喝奶 大口大口奶 平时都不这么做 这当然是个好事 比起当年严谨修身的曾国潘 为了怎么恢复南京市场的繁荣 重新的情怀风月 他还身体力行到花船上喝花酒 这喝奶算什么呢 他就有一个调侃 好 中国时报的小评论 时事求是 关你的民意十五一天 是天大的事 为什么这事情 他认为呢 我们所有的回应 不管是台湾同胞的回应 也是回应中国大陆的民众 明报 谈到了西安家长集体告这两个医院 十天死了八个婴儿 究竟怎么回事 尤其是还瞒报 好了 丁学良就谈到了回望三十年 你不能不看的墓碑 杨聚生先生上下集两册厚厚的 有关大饥荒年代的一本书 那么这本书呢 那告诉人们 那个年代很多真实的景象 几千万人死于那场大饥荒 到现在提都不敢提 但这书还是写出来了 好 北京青年报墙呢 有一个呢 能够讲四种语言的陕西 当过两人导游的一个骗子 他自称是中国高中央高官 结果回事呢 还诈骗了一个24岁小女孩 一起诈骗了四百万 这年头 怎么呢 奶粉喝的 喝的不知道 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了 好 凤凰周刊讲到呢 浙江省那位秘书长 省政府秘书长 横顺桥归案 也就刘根山的案子 告一段落 刚毕自用 讲到官堂得意 又他妈生火虎化 反正没有一个人呢 一下台什么东西都是坏的 好 中国时报说呢 美台军售的问题 气氛怎么回事呢 在实力跟六年前是不一样的 美国军售没有通过 是因为呢 陈水扁把美台关系的信任程度呢 又怎么回事呢 搞得荡然无存的缘故 联格报跟呢 台湾的苹果日报都谈到呢 因为这个台美关系的问题 有人说扭曲 但是呢 这里面呢 就冻结金售的后果 江春呢 认为后果很严重 以前不买 现在就买不到了 台湾向美国提出军购案 全部落空 打破了1982年817公报以来的记录 而注意这个东西 对美台关系 对中美关系 都是至关重要的 陈云林 还是如期的实业的访问 访问台湾 那么这里面呢 面对的民进党的杯葛 张龙公先生说 不要因此阻碍两岸的和平发展 好 我们来看看啊 台湾要不要接受呢 大熊猫他那很为难 他准备用换取 用原生的动物来换取 避免被矮化 真是呢 煞费苦心 用什么的话呢 台湾特产的蓝喜鹊 蓝喜鹊是谁呢 马英九竞选的一个主要标志 好 厦门到金门 六千多米的海上 这个环游的问题呢 这里面呢 金夏要长泳 技术上是没有问题 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 在新门看了一下 他认为这是好事 在厦门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当年要偷渡什么东西 都是这条水道 很多人呢 因为风高浪急 仗死大海之中 但是呢 两岸关系和缓了 这变成是一件好事了 好 陈水扁 不要脸一族的陈水扁是 对吗 困兽之斗 这个话是谁骂的 民进党原来的一个呢 原来的中平委主任委员许匹龙 那么阿扁呢 跟李登辉不一样 李登辉是玩黑金政治 陈水扁玩的是呢 现金政治 越玩越牛逼了 好 这个事情呢 台湾的民主化 还有一些新的盘整 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杨锦林继续给你读报